陆寒专辑销量打破国内记录。粉丝,我路走的国际路线,如今娱乐圈内的小鲜肉有很多,但说起最红的应该就是陆寒。当年他在去韩国期间被星探发掘,之后成为EXO的领队。 不久后,EXO中的三位中国成员陆寒、吴亦凡、黄子涛均解约回到国内发展。其中陆寒、吴亦凡是这几年发展的最好的,如今明星们更多的是以人气排名。自然陆寒在国内的人气也很高,拥有着一大批粉丝基础。所以近年来他无论是片酬、演唱会票价都逐渐变高。 据去年的福布斯统计,陆寒的年收入仅次于范冰冰,以1.8亿的收入排名第二。可见这几年虽然忙,但回报还是很不错的。 近日,陆寒在多个主流音乐平台上都获得不错的播放量,其中光数字专辑的销售量就达到1000万张。 打破国内记录,数字专辑并不是实体专辑,而是通过在音乐软件购买的播放权。 在实体专辑上的记录,是歌神张徐有6000万张的销量。 多年稳居国内第一,除了数字专辑打破记录之外,陆寒的MV播放量也高达3000万次。 专辑线上讨论也达到16亿次。 800万的讨论量,这一些数字,也足以说明这几年陆寒,在国内的人气。 这也是为什么年仅27岁的他,凭借几年的时间便能在电视剧、电影、综艺,以及音乐方面都有所成就的原因。 陆寒打破记录之后,也在一次奠定了在歌坛中的地位。 对此粉丝们纷纷都送上祝贺。 其中不少网友对陆寒究竟唱过什么歌感到疑惑。 粉丝们也直言陆寒走的国际路线,所以音乐风格也不一样。 对此,你有什么看法?